我们来聚焦一下蓝白河 因为现在在黄金会之后 发现双方好像还是有一点 没有共事的状况 甚至连柯文哲都开枪 好有意啊 就是说蓝白河都是国民党讲的 我说好啊 但是要讲怎么选才有效 搞不好我让给你 你选也不会伤啊 就是意思说我们民众党 通通都不要参与 你们国民党自己选得上嘛 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现在目前双方各有指控 金普聪就讲说 这个柯文哲特意挑我人身攻击 怎么说翻脸就翻脸 蓝白河再拖下去 我就没把握了 那陈志涵这边科办发言人 他也有代为回应 他说金普聪对柯文哲人身攻击 情绪性用语连发 就反指控是金普聪才是人身攻击 那真的是陷入一个僵局了吗 但是金普聪还是讲说 诚恳盼继续谈 因为柯营只要提出任何的时间地点 我立刻恢复对谈 希望能够回到10月14首次对谈的开放态度 融洽对话达成共识 那侯伴也希望能够维持原本的计划 17号会继续开会来讨论蓝白河 那现在蓝营的一些人士 比方说像是这个许淑华 他也讲说非绿整合 其实是所有地方跟蓝军的期待 希望第二次能够尽快安排 简化不必要的程序 那多几次会谈 然后私下彼此多了解是会有帮助的 那陈玉珍也讲说 如果这次再没谈成 可能就是再当四年的再也才有机会啦 那他说蓝白河有各种合作的方案 共同的想法 一定要先讲清楚 如果这次没谈成 国民党就是再当四年的再也 那再来我们看看柯美兰的讲法 好像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出现了 是不是不想谈了呢 他说如果河不来的话 赶快找别人和吧 是不是蓝白拖 已经不是蓝白河了 一直在拖下去 所以这个柯文哲的妹妹就这样讲 赶快找别人谈飞绿联盟啊 也是有胜算的啊 毕竟有六成五的国人是要民进党下台 然后后面附助说这是他个人的看法 跟柯文哲无关 那再来我们看一看 吴子佳董事长他提到 他说柯文哲是想要利用战斗来朱立伦 还有韩国瑜的矛盾 因为呢现在国民党啊 不要先不讲蓝白了 蓝蓝都要没有合 都是一个大问题 蓝跟蓝之间 本身内部也充满了权力矛盾 柯文哲就是想要利用国民党 自己本身的矛盾 包含了战斗蓝跟朱立伦 朱立伦跟韩国瑜 这些之间都有矛盾 所以他要进行分裂 切入直接和朱立伦谈判 并且掌握主导权 这是吴子佳他的看法 那再来我们看亮哥 讲说韩国瑜列部分区第一 有人不愿意 他说想这一次 国民党加上民众党真的有可能会过半 那韩国瑜就真的有可能会变成立法院长 如果韩国瑜用立法院长的身份来选党主席 该怎么办 所以那个友人指的是谁 这样看起来蛮明显的 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黄阳明 杨明哥他讲法是说 他觉得双方都要各退一步 才继续谈的空间 否则就是各自操作气宝啊 就是你一组人选 然后他也一组人选 可能加上郭又一组人选 那这如果变成四组人 在最后的这个我们投票单上面出现的话 操作气宝是很有可能出现的 那这也会使得蓝白在立委选举的时候 护咬民进党2024不但可以继续执政 国会还有可能继续过半 那我们先来问一下郑云哥 现在我们还是照顾我们各自的立法委员 比较实际了 因为蓝白合不合看天运 双方面好像现在八字都刚好在走衰运 这个月怎么算也算不出蓝白合的机会 我们就看下个月的天象 或者星座会不会改变 我不得不说金博中两句话 柯文哲说那个 怎么会那么玻璃心 这样就算人身攻击 他只是说你是大学教授 怎么会提这种方案出来 这算人身攻击吗 我不觉得 我是觉得 现在好像大家都在准备蓝白不合一 推卸责论都是对方的错 不做我们的错 有必要这样子吗 前几天黄珊珊接受 做这个黄文汉访问的时候 我也不客气批评 我最主张最早赞成蓝白合 我公开主张应该要柯侯配 因为民调数字就显柯侯配 是比较有胜算的 金博中说民调不科学 我也不晓得民调不科学 这个逻辑从哪里来了 你要开放民主式的金博中那个方案 根本坦白讲不科学 他根本胡扯 为什么要胡扯 美国的开放式民主选举 跟大部分国家都有类似的 都是由政府来举办 在美国是由州政府举办 为什么要州政府举办 因为投票所 只有州政府才找得到那么多投票所 才找得到那么多选民 那个才会有代表所有的选民的意向 在美国来讲的话 投票所 初选投票所的数目 跟大选投票所的数目是差不多的 我们台湾有一万五千个 大选有一万五千个投票所 你国民党找得到一万五千个投票所吗 不是我吐槽你 你找个五千个就已经了不起了 根本找不到 我们国民党党内选举 每一次在找投票所的时候 都有什么取党部 随便找两三 自己党内自己玩也就算了 所以我是觉得 去提这个东西 才是意义不太大 因为没有用政府的预算 用政府的公权力 还有事先的选民登记 同一个时间你登记民进党 我登记国民党 那这样才可以 其实蓝白要合 主要就是要组联合政府才蓝白合 你不组联合政府 你组什么 结果那个黄山讲说 只要柯文哲当选 我们就每一个党挑几个人 我们这样 这哪是联合政府 就叫台北市政府 好不好 拼凑政府 联合政府已经党对党 所有的运作都党对党才运作 由党主席 党主席形成所有的决策机构 或者是党的重要干部 形成决策机构 不会是有一个什么 我总统我就随便 哎呀我就 这个不喜欢这个上义副 我就挑游赎费 我们不能这样干的 那要组联合政府就要有党纲 或者是共同的纲领 或者共同的意见 比如国民党反台独 那你民众党总不能支持台独 或者你至少对台独保持 模糊的态度 这最基本的 那党对党组联合政府 你要用其他党的 你也要得到这个联合政府 大家的共识 这个叫做联合政府 那有人把联合政府 说成联合内阁 联合内阁 只是联合政府中的一种形式 比如说在法国也有联合政府 但是他很少采联合内阁 因为他不是内阁字 他跟台湾一样双首场字 所以刚开始柯文哲讲说 组联合政府是对的 那后来黄山珍把联合政府 解释成台北市政府 反正我每一党跳优先人才组 我就叫联合政府 这个叫做没有政治知识 那这个金普聪他也知道 可能要比民调的话 侯友谊会输给柯文哲 这是金普聪心里面的一个底 所以他不敢跟柯文哲比民调 他弄个开放式输血 我跟你讲被知识本者骂翻了 对 你根本就是 故意要挡这个蓝白盒的 你也说我们先谈开放 我们先谈什么 先谈联合政府 谈完了以后 我们用什么方式 比较哪一种 这个比较没有问题的民调 你会讲说民调是不科学的 那统计学是不是科学 统计学如果科学 民调就是科学 除非在民调里面做鬼 对 那你说那个开放式出选 就是科学吗 那根本就是胡扯的 怎么会是科学 你要看看美国每一次出选 那纠纷有多少 那大选的时候纠纷有多少 那计票 因为美国用选举人团支 说他们计票随随便 你们也无所谓 所以你看看那计票 还非常落后了 什么蝴蝶票 不蝴蝶票 可是问什么 只要大体上 这边赢得比较多 他不会细算 因为他是选举人制的 就是这个区域 如果是谁赢 所有的选票都他的 那台湾也不是这种制度 你搞这种东西 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 金捕聪你到美国念书 是念哪一系的 好 来问上公 这件事 当然蓝白河坐下来谈 但是谈完一点以后 纷争比之前更多 纷争更多 我觉得一件事 当然全民调对 你用全民调的方式 当然对柯文哲有利 金捕聪说的 这种民主式的初选 当然对有组织动员的 一个人有利 双方面各自掌握 有利的筹码在谈 我倒不觉得 刚才蔡委员有说 我倒不觉得说 这样的一个方式是 第一次上场 大家拿出筹码 是真的会这样干 就是说大家找一个妥协 我拿我最有利的筹码 跟你最有利的筹码谈 但是没想到 一场下来以后是 对方是双方的否决 而且双方都在各自说 对对方人身攻击 我觉得一个 一个蓝白盒里面的幕僚会议 幕僚会议完了 幕僚参战也把 那个总统候选人 顺便拖下来一起 一起在那边讲 我觉得 你这就感觉 双方的善意存 有存不存在 如果双方善意的话 其实说话就应该 要显得谨慎一点 如果双方都有善意要谈下去 是不是双方的说法 都应该稍微谨慎一点 而不是去批评对方或怎么样 那你看来现在似乎好像 大家都在开始在说 人身攻击是谁先开始说的 那换言之 现在大家都已经 存在于不是一个 讨论的过程 而是在谁骂我 我骂你 是你骂我 还是我骂你 等等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样下去 当然 是对蓝白盒的谈判是不利的 那不利的情形之下 当然会不会影响投票率的问题 当然如果影响投票率 就会影响立委选举 这就是国民党里面的 小鸡里面 也会很关注现在的状况 当然你要谈的过程当中 现阶段 好像唯一的公司是办辩论 但是如何去投票 变成另外一个问题 然后我觉得谈什么价值理念 我觉得那都假的 为什么都假的 因为谈完了以后 到最后还是要回来决定 谁是正的 谁是负的 对不对 那谁是正的 谁是负的 就回来到僵局了 那你先把这个解决完了 推回去去谈 主联合那个 那个我还觉得相对容易 否则你谈完这一些 谈完了你回过头来 还不是要面临一个问题 谁当正的的方式怎么处理 所以你讲来讲去 还是要回归到 如何产生 蓝白合作里面 最后的那一项 所以现阶段看来 气氛 看来是蓝白合谈 是添加了很多困难度 好 淑慧 不过我有时候觉得 这个柯市长讲话 不要这么呛 他当然那只嘴很利 以前我在市议会的时候 已经跟他交手过四年 那只嘴很厉害 还没人也很厉害 以前骂好市长也是骂得很难听 好去死死去 然后说马英九就死亡之卧 但是现在如果真 对着他最近又拍了一个影片 骂蒋万安 我就搞不懂 你一方面又说要和 你一方面又说 这个又这样子骂来骂去 真的是没有必要 如果真的要大家开骂的话 我也很想说会辩论 就会做事吗 他一直很会讲话 可是过去市长满意度 他一直都疏猴又疑 所以会讲话 跟会做事就真的是等号吗 但是因为他现在挑他的强项 来辩论 对那你也拿他没办法 我们也不能说 来比市政满意度 来比市政满意度 所以我是这样觉得 刚刚蔡委员讲的一点 我觉得很同意 所谓蓝白和就是要谈合作 先把要合作什么先谈下来 就是立法院未来怎么合作 然后政府怎么合作 双方执政以后 优先推动的法案跟政策是哪一些 这一些他可以提 我们也可以提 有共识以后 民调辩论 全面奉陪 不然呢 你怎么不能先谈好以后 先比个你死我活以后 结果柯文哲选 我们又努力辅选 柯文哲当选 然后把民进党找进来联合内阁 那我们辛辛苦苦这一招 要干嘛呢 因为柯文哲一直说 他跟民进党也很多好朋友 那这个当然我们会很担心 到时候会不会换汤不换药 那如果说蓝白过半 结果民进党还是第一大党 然后他让民进党阻隔 那大家又怎么办 这些话都要先谈清楚 我们要签约可以 契约的内容要合作的方式 要先讲好 最后我同意辩论就辩论了 民调就民调 这个只是一个方式 可是实质内容你都没有提 那就变成你死我活嘛 双方都不是代表个人 双方都代表自己的政党 我们都要跟支持者交代嘛 现在很多国民党支持者 看到我都跟他跟我讲说 不要再说不要和 那我都还是要跟他们讲说 哎呀不要这样嘛 多一份力量就多一份力量 所以一直这样吃豆腐 或是攻击对方 只会激化双方 好前天在这个新北市 国民党有一场大型的造势晚会 我们看到韩国瑜出来了 并且妙语如珠 讲到说八点档里面 常常演到的一个桥段 千金小姐被土匪给绑走了 哭哭啼啼的 那他在暗喻什么呢 最后他自己讲了 他说表达我自己人来了 侯友宜你放心 我人是你的心也是你的 我人来了心也来了 那现场当然想起一阵掌声跟笑声 可是后来网友就在网路上 有很多讨论 他们就说 韩国瑜讲的土匪是谁 到底是谁把他绑过来的 那这个韩国瑜是忠贞的国民党员 为了大局 还是愿意舍身 奉献 把心跟人都交给土匪了 所以这个比喻 后面有很多的解释 很多的韩粉也都各自在做解读 那另外呢 我们看到这个粉砖叫工程师看政治 他就认为韩国瑜 愚忠啦 你不分青红皂白 只要头上挂有国民党党籍 你就硬挺到底 连西瓜你都支持 观众朋友 我们这边强调 这是个别网友的意见 那另外呢 网路上还有很多韩家军都讲说 韩国瑜真的委屈了 委屈求全啊 国民党你自己真的是啊 后面讲的这些啊 就是很多批评 烂泥扶不上墙啦 很多很多很多的批评 爱之深 责之切 那另外我们看到包括 前一阵子朱主席跟韩国瑜有位了 是不是求官啊 是不是韩国瑜想要当副主席这件事情 两个人一来一往嘛 那现在亮哥就有解释了 亮哥说 为什么会这样 那是因为朱主席啊 是在回应赵绍康日前提出来 让韩列不分区第一名的提议 可是朱不愿意 这是亮哥的判断 那为什么朱不 朱反对 朱立伦主席反对 因为这一次如果蓝家白 可以让立法院过半的话 那韩不分区第一名 对不对 就有可能变成立法院院长啊 那会回来再跟他当这个真党主席啊 所以亮哥直接讲大量话 意思就是说他觉得朱主席 朱立伦 有私心 国民党这个内部 还有很多很多的风暴在产生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 包括这一次的这个 所谓的蓝白河啊 搞到现在拖来拖去 拖成仇 就有一个内幕的报道出来了 说韩国瑜其实很早 很早就跟朱主席讲了 说赶快要有备案 那是在全代会之前 可是一拖又拖了三个月 包括中间好多支支节节啊 像是韩冰也被这个朱立伦啊 推荐啊 或者是说这个台北市立这个党部啊 推荐说出来选立委啊 你看闹了这么久 现在蓝白河进入深水区 可是还是合不成 至少目前为止看起来合不成嘛 所以网路上有好多好多的骂声啊 炮声隆隆啊 必须讲朱主席你都要承担 因为你是主席嘛 所以好多人都在骂你耶 我们看到蓝白河到底谁当正 现在争执不下 讲的是啊 这个侯友宜跟柯文哲蓝白河破局吗 我们看到柯文哲昨天开呛了 他说好啦好啦 不管你什么民族初选啊 随便啊 就是我让你侯友宜选 你也选不上 意思就是说 给你侯友宜当正的啊 你也摔不掉啊 讲的这个口气很大 很多人听了也是很不爽啦 我们看到媒体人 伟安就讲说 其实经过这一场闹剧啊 讲的昨天民主初选 跟全民调之争之后啊 其实他认为侯友宜的民调 未来会紧喷式的狂飙 会一直往上跑 那新北大造势 又加上了另外一起 一个这个功力 这个整个加上去了 所以 喊人道心道力挺 未来 侯友宜应该是 前途不可限量 会怎么走 我不知道 来问问惠文兄 为什么要先问我呢 为什么你的顺序都要这样换来换去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制作人的指示 来 惠文兄 这个选举选到这个地步 基本上柯文哲已经赢了 就是能够一个小党能够选到这样子 我觉得选得不错 那国民党为什么会今天被受这样的屈辱 那是国民党自己换来的 国民党是个大党 但是我本来是要准备郁方兄的资料 因为林玉芳他输给林张佐才输5千多票 可是柯文哲暗住的那个台北市议员 他拿了2万2千票 所以中正万华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就是当年如果说就是商人界立委 就是国民党跟这个柯P 没有这样子分裂的话 其实林玉芳已经复仇成功了 他才输5千多票 可是徐立信拿2万多 这2万多的票 大部分我觉得应该都会 如果徐立信没有选 应该都会投给林玉芳才对 所以应该要赢的就会没有赢 这种蓝白盒的教训 会不会在这一次 再次的重演 这个我就不晓得 亮哥讲这个我补充一下 因为立法院长理论上 他是应该要维持中立 立法院长是不太可能去选党主席 我都要当立法院长 我都要主持朝野协商的 我再去当党主席这有点 而且这个国民党主席的任期 是到2025 如果蓝白有过半的话 谁好意思叫朱立伦下台 因为签示总统跟立委 是同一天选举 是在89天之后 假设总统不理想 可是蓝白在立法院 加起来有过半的话 朱立伦还是 他站在朱立伦的脚带来讲 我没输 我赢了一半 我把国会守下来了 假设两个都输 才会有这个逼宫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选举到现在 还是会有一些变化 因为像前子刚刚提到说 柯文哲他在他的新诉发表会 呛这个 其实是很难听 但等于是呛侯友仪 也呛个国民党 就是我让你选你也选不上 柯文哲讲说年轻人不会投国民党 这一点我也没有办法反驳柯文哲 因为从各个民调来看 年轻人是亲一色 超过一半是要支持柯文哲的 这个是每个民调都显示这样子 我不喜欢柯文哲也没办法 我也得在民调面前我也得低头 那为什么年轻人不投国民党呢 2018年的韩流的时候 年轻人是支持国民党的 年轻人是韩流的 那为什么韩流立刻就被摧毁 这是韩国瑜应该去想的 所以我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 我批评一下韩国瑜就说 韩国瑜你是一个 国民党的忠贞的党员 但是你必须尊重朱立伦跟侯友宜 朱立伦跟侯友宜才是这一场比赛的 男一跟男二 可能侯友宜还要放前面一点 因为他是总统候选人 他是母纪 你对国民党很多想法 你觉得再也应该整合 你应该想什么 那个都没有关系 那个你要等到89天之后 再来考量 现在是朱立伦跟侯友宜的缩暂时 应该是让他们两个去处理 这一次不管说跟柯文哲的合作 或者跟赖清德的竞争 应该是由侯友宜跟朱立伦来主导 因为四年前你是男主角 现在你不是男主角的 你是啦啦队 那啦队要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就跟那天新北的招式一样 你就是出来暖场的 在侯友宜大竞场之前 其实 贤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是朱立伦讲完之后换韩国瑜 韩国瑜讲完才换侯友宜 就显示说 其实我还是要批评一下韩市长 如果是我 我会请朱立伦押走 怎么会变得你 有点那个了 有一点点 可能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顺应 这个现场民众的期待 不能这样安排 不能这样安排 你一定要这个 是 来 预方委员 其实我讲一个 也可以说小秘一旦事件过了 在防护星那天造势的时候 原来的安排就是要韩国瑜先讲 现场没有把它处理好 那时候如果处理好了 这中间很多的 那种坑坑洞洞的事 其实都可以避免的 所以这一次我相信是 大家都已经同意了以后才这样做 这个顺序 发言的顺序 也不是韩国瑜要来了 是大家讨论的结果 防护星那次真的是 有人没有把事情做对 做好 因为原来大家讲好的 我所谓的大家 当然包括韩国瑜 包括这个 朱立伦 有没有包括朱立伦 我不知道 包括侯友宜 那次如果是就会比较平顺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 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我这个人是从来不讲任何的好话 也不会可以讲人家坏话 因为韩国瑜能够做就这样 当然有人会说 那你为什么讲一个强盗 跟强美女的事情 我告诉你 我跟韩国瑜当过同事 他离开立法院 因为我们还保持 海酸很密切的来往 因为他会在农产公司 也在我选区 韩国就是个 你可以说他很有趣 他有时候讲话 就是有时候天马行空的地方 他是觉得要讲的 重点应该是说 我人到了 我心也到了 那怎么办 他只好发明一个故事 我认为那是他发明的 因为我没有看到这个版本 我也很在看 从小看小说看漫画长大 没有看过这个对不对 强盗不会问小姐这个事 小姐更没有胆子跟强盗说 我心不在你这里 不敢讲的 对不对 所以他发明的 他要强调就是说 我韩国瑜今天在这里出现 我就是全心全力帮侯友宜 你们支持我 要了解这一点 大概就是这样子 我如果他愿意这样做 其实真的是很不错 你想他自己也过了 不是很快乐 你像他总统选书了 高雄市长被人家罢免了 他很冷冷清清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个时候愿意出来 帮助国民党 帮助侯友宜 成就一个大事 我认为这是应该被赞美的 已经不容易了 真的 来 韦翰 人也给你 心也给你 就是这个意思 人也来了 心也来了 对不对 侯友宜 韩国就支持他 当然是不要见风插针 但是我也跟观众朋友报告 很多肢体语言跟讲话安排 还有你的站位 其实都透露出一些细节 现在导播放的这个画面 礼拜六晚上在新北板潮 最大一场 数万人的 五万他们说的 如果韩国瑜他已经答应 要当朱立伦的副手 他绝对会告诉主办单位 我的讲话不能在朱立伦后面 朱立伦是我的主席 我是副主席 一定我讲完才换朱立伦 如果他安排我在前面 不不不 主席先 主席 这个我先 对不对 第二个 这个好像有点吹毛求疵 跟你要知道他站的位置 还是有亲疏远近 他没有站在朱立伦那一边 他站在另外一边 所以我觉得这样看起来 他应该不会接他的副主席 至于明年 如果说国民党 选情不如预期 假设总统并没有选上 这个机率是存在的 当然一定会有人 就是认为主席应该要下台 不管立法院的旗次怎么样 尤其是如果没有过半 现在是38席 如果变45席 这样算有进步 可是输到总统是最大的一个 怎么讲就是 败战的原因 还是会有人希望 当主席下台 因为毕竟已经这样子 算算就输了三次 这三次当中 第一个开场 2016还是朱立伦自己选的 一定会有人 所以其实我觉得朱主席 希望能够 韩国瑜当他的副主席 除了在服选当中 他能够去帮忙以外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 这么重要的一个 被大家期望 可能以后要选主席的人 都是我的副主席了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我上次有举个例子 钱子有听过 我再跟大家讲一次 五月天 观众朋友 在我们节目画面的右下方 您可以看到这个QR Code 只要拿起手机对准扫描 下载之后 就可以一手掌握TVBS新闻 和我们一起发挥监督的力量 20秒之后 新闻大白话 准时回来 好 欢迎您回到 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 我是钱子 介绍这一个小时的来宾 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 郭正亮 达平安 私生媒体人谢寒斌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以及前官会副秘书长 杨永明老师 钱子好 大家好 太拗口了 好 观众朋友 我们再来看看 蓝白河一样拗口 一样陷入僵局 而且看起来 现在目前无解 我们看看10月14号 也就是礼拜六的那一天 蓝白河的会前会 幕僚先行 看起来原本觉得 气氛好像不错 可是两边的主张不一样 包括民众党主张 要比民调 全民调 可是国民党 齐席 提出来要开放初选 签认同卡 所谓民主式的初选 那时间来不来得及 这是很多人提出来的疑问 所以隔天的下午两点钟 礼拜天 柯文哲在出席一个 新书发表会的场合 直接开骂 直接开呛 他说你金普聪 你是故意提很难执行的方法 是不是 你是不是没有打算要合作 金普聪也很罕见的 两个小时之后的下午四点钟 也开了记者会来反驳 我们来听听看 他们两个的说法 金普聪作为一个学者 我想他也当过很多初选 他会故意提出一个 一看就算很难执行的 这个就是 我看他也没有打算要合作 不然我当年选也会上 你看先是这个柯文哲放炮 柯文哲的个性就是这样子 他就很生气直接开骂 金普聪很罕见 其实他已经很少公开出来 开记者会了 礼拜年下午四点钟 临时就回应了 他回应的态度 其实蛮软的老实讲 可是两边的真意点 到底在哪里 那就是产出正副总统候选人 这个方式 两边有很大的旗舰 所以有没有第二次会 现在看起来 连第二次会都难产 因为金普聪有讲 他说蓝白原本是 17号有二次会 可是陈志涵就说哪有 没有啊 这是误传啊 我们上次有提到说 最快最快是礼拜二 也就是17号 可是从头到尾 是希望等内部讨论之后再回应 下一次的会谈时间 也就是说 礼拜六的幕僚的会议 我要回去让这个柯文哲 同意了 我们再决定下一次的时间 所以没有说什么礼拜二 要会面的事情 已经到这个地步了耶 我个人会觉得说 哇 要谈下去恐怕很难了 是不是破局了呢 吴子佳就讲了 这背后 柯文哲有谋算 他有谋略 他想利用战斗篮 朱立伦 韩国瑜 大家四分五裂 想法不一样 这样子的空隙 这样的空档 来做文章 因为这有矛盾嘛 蓝莹有矛盾 所以吴子佳说 柯文哲故意跟侯友宜翻脸 在寻求跟朱立伦的管道沟通 侯友宜翻脸的意思就是跟金普聪翻脸 然后再跟朱立伦来谈 想要掌握主导权 蓝白各自怀有鬼胎 我们刚刚看到民众党 那有没有可能 柯文哲只是想要给这个 希望蓝白河的人一个交代 说有啊 我有来谈啊 只是说这个条件我不爱啊 最后最后 他还是想要走气宝的路线呢 而金普聪这一照 他的算盘 之前就讲过了 我最坏最坏就是 挺着胸膛倒下去 意思就是说我很有尊严 我输了我也很有尊严 我挺着胸膛倒下去 可是你有一些 所谓一些阴谋论的说法是说 哎呀 他其实就是不希望 这个蓝白可以合 各种各种的说法都有 我们来看看气宝 如果柯文哲打的这个 如意算盘是气宝的话 过去有例子 成功的几率到底大不大 就从1994年台北市长选举的 得票数 得票的结果来看 那一次气宝失败 赵少康黄大洲 泛蓝阵营分裂了 陈水扁当选 2000年的总统大选 一样泛蓝失败了 宋楚瑜跟连战泛蓝分裂 结果陈水扁当选 2018年台北市长选举 那一次气宝成功了 成功的是绿营 绿营气宝成功了 这个柯文哲当选 因为姚文志被气了 他只拿到17.3%的选票 2022年离我们最近的 这一次的新竹市长选举 蓝白和成功了 林根仁被气了 高宏安当选了 来看看过去 这个见谷之卧 见谷看网 网历 来看看今天 有没有可能气宝成功 亮哥你在笑什么 见谷之来 见谷之来 就讲不出来 OK 你要讲话 我说奇怪什么 一直叫我见谷见谷 见谷之来 见谷之鸡 我跟你讲这个气宝 国民党有他的基本盘 柯文哲一定要冲不分虚 所以是不可能气宝的 不管哪一个阵营这样想 你都太高估自己了 所以你觉得柯文哲 有没有想要气宝 气宝都输了 你们两个只要没有和 就是奉送赖清德当选 所以如果有人有气宝的想法 你就是天方夜谭 就是天方夜谭 你以为国民党是塑胶 人家都不用拱基本盘 而且你如果真的是分到扬镳 双方都会有一些死忠派 讲一些批评对方的话 所以就留下一堆怨恨 我跟你讲 国民党你也不要 只想到总统合作 你去立委 真的需要民众党的票 所以我今天在另外一个节目讲 我就说 说万一觉得总统谈不成 你起码要 先把立法院的合作先谈妥 比如说双方要互相站台 然后政府院长要绑着选 就立法院政府院长选举 不然我跟你讲 连国民党的区域立委都会崩盘 因为民众党在每一个县市 都至少有10% 对 那你去看有多少候选人 领先不到5%的 就差一点就没了 本来就是啊 而且我讲白了啦 你以为国民党每一个候选人 都有许巧心那种知名度吗 事实上很多人根本不认识你啊 这个如果不是带动一个 蓝白盒的大德氛围 然后柯文哲帮你站台 这个讯号如何释放出去啊 不然有一些人根本就不投票啦 这可能性当然存在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啊 不要想着总统大选 然后忘记了整个盘啊 因为你们两个人都互不让那干立委屁事啊 你不要搞到最后连立委 连民进党又过半 那全盘皆输 那你就是历史大罪人啊 朱立伦要不要跳海 对不对 你如果搞到国民党的区域立委 也因为蓝白没有办法合 然后民众党的票不愿意投给你 你到时候立委也输耶 那朱立伦要不要跳海啊 辞职吧 所以我说这种东西啊 不是开玩笑的啦 对 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我是觉得是这样啦 就是11月20号就截止了嘛 就要登记了嘛 那双方至少要把他的方案的可行性 你技术上要列出来嘛 比如说开放初选 我认为就是来不及啊 来不及 那金普聪你说来得及 请你列出一个方案给我看 国民党跟我说来得及 是啊 那请你写出来嘛 因为彭明敏那一次的开放初选 我有参加 从头到尾搞了半年耶 人家是一个县市一个县市这样投啊 都比照美国模式啊 OK 那柯文哲一样嘛 你说要办三场辩论 然后做民调嘛 一个月来得及吗 你现在还要商量耶 拿几家民调公司 怎么辩论 而且民调的时间还不能互相卡到 柯文哲是讲说这个民调公司 各选五家 然后重复的拿出来 我现在不管你的方案是什么 请你立刻提出 一个在两个礼拜内 可以执行的方案 执行方案 给我们看嘛 SOP出来 不然你们就谈假的嘛 你谈了都没有可行性 你在那边讲 我要办三场辩论 然后再来做民调 请问连这个要戳要谈 至少要一两个礼拜 没错 你到时候只剩下两个礼拜 怎么执行 没错 所以你到底在讲给谁听 所以我才说 第一个先把可行方案列 拿出来看吧 那第二个再来谈比重嘛 因为我讲白了啦 如果是五十五十 那民众党绝对不会参加的 你说五十五十什么意思 就是开放初选五成 民调五成 那更复杂 我跟你讲你现在 单方的方案 双方都不会参加 所以你现在就已经卡到了 可是我跟你讲 任何的游戏都是这样 如果有某方认为 他完全没有胜算 他就不会参加 所以国民党那个版本 民众党就是绝对不可能参加 国民党的版本就是 国民党有力 民众党觉得我没有胜算 我不参加 不是 胜算是零 胜算是零 所以他不参加 开放初选民众党的胜算是零 民调侯友余不一定会输 可是他们也不敢 所以我就说要占比重 你国民党开放初选这么有力 那要不要用七比三 你太有力了 五十比五十 我跟你保证 柯文哲不会参加的 所以你要不要七三 那七三民众党再考虑 我说现在只有这样谈 不然就不用谈了 真的 来 兵哥 其实我觉得两方都只是故意 喊出这样一个东西来 因为刚亮哥已经分析得很清楚 什么开放民主初选 那个时间上不可能 而且实际上光是那个经费 人员 我觉得两方都负担不起 国民党现在很有钱 而且谁出钱 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故意提出来 只是一个对案 因为之前民众党一直指责国民党 说你说我民调不好 你都没有对案出来 你的对案到底是什么 金普通就提一个给你 他提这个也知道民众党 绝不可能接受 正常人都不会接受的 所以他就是故意提出来给你看 然后知道你会反对 实际上民众党当初提的 所谓辩论会 然后还三场辩论会 然后再一个五大公司民调 那也是出来给国民党砍的 大家都知道你辩论会 办那么多场到底在干嘛 对不对 你要办 我觉得他当初的目的是说 好 让你砍 你大概砍成一场 可是国民党同意了 辩论会 那你想想看 如果再办三场辩论会 你还要办那个开放式民调 你们准备弄到什么 下一届再选你知道 我不知道 可能明年都办不完 对啊 绝对办不完的 所以我觉得双方都只是在校正 就是故意丢一个东西出来 我就给你漫天海架 看你有什么反应而已 所以这个会前会本来就是一个 双方互相在试探对方底线的 一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太认真了 我根本不觉得双方已经正式开始谈 现在只是在试探对方接触 然后柯文哲也是故意摆个姿态 还故意跟你呛加 不然的话我让给你选 你也选不上 对不对 实际上我是侯仪我也呛回去 我说那你就让给我选 我选上给你看 对啊 就是这样的 那当然侯仪也不是这种人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只是互相在那边讲 我认为啦 我认为国民党的策略是 他其实丢这个东西出来 让你们慢慢去扯 让大家让子弹飞 然后他在干嘛 他要快速整合国民党 因为他当天不就办了板桥大招式 然后找了一大堆大头全部都来了 马英九也来 朱一轮也来 吴博雄 王金平 然后韩国瑜 当然韩国瑜也讲了很感性的话出来 接下来还有市场一路办到11月4号 他的目的就是要在11月4号之前 赶快把士气凝聚上海 然后让他在民调上面 就算没有在每一个民调都赢柯文哲 至少追得差不多 那这样子我回头台 你要民调是 好啦 这样子我为了蓝白河 我们就跟你谈民调 这个时候我跟你讲 要换柯文哲开始犹豫 因为柯文哲也不见得吻赢 我讲实在话 那实际上我一直觉得 办民调侯友宜真的不见得位数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没有办法去 申选这个投票的人的话 如果你是绿的你会不会想侯友宜 很多绿的搞不好会去投票 不会投票 就是接受民调的时候 可是你要签认同卡 你说开放式民调 不是 我不是说开放式民调 一般的民调 我就说就是很多绿的 可能就直接说我自治后遗 对 就是怕这样子 那个没办法 你没有办法筛选 对 你也没有时间 去做这种筛选动作 所以我觉得本来民调 后遗就不见得会输 后遗辩论会这个东西 他就给他杀到一场就好 老实讲台湾的辩论会 我从来不认为是辩论会 根本也都没在辩论了 大家都在念稿 然后问的题目也都很温柔敦厚 然后你也常常看到那些候选 根本人家问的题目 你答都不答 都在那边讲自己 或是答非所问 是 所以有人敢办真正的辩论会吗 我看也没有人真的敢 所以在我看来 其实后遗没什么好怕的 其实你也没注意到吗 最近国民党越来越多人说 就跟他民调又怎样 其实我也觉得这样才 其实说真的到最后要决定 我认为除非蓝白不合了 否则到最后民调 一定要占一个很大的比喻 是 来 请教杨老师 我觉得目前的情况 很有可能就是民调跟初选都办 但有比重 第二种都不办 根本没时间了 基本上是双方各自在喊价喊话 然后提出一个比较对自己有利 看起来公平又民主 然后希望能够把媒体的焦点 集中在这里 在这个比较的气势过程当中 让自己比较不会落势 持续能够攀高民调的支持 我必须要讲 这个过程当中 柯文哲是占优势领先的 他跟他的这些 整个团队所提出来的东西 都是比较抢先机的 但是在第一次会谈的时候 然后提出了初选 是有一点突袭 是有一点在民调上 在曝光路上引起的注意 但是后来发现到 你现在这个时间点 来做这个东西 有可能吗 当然有可能 只是比较简化 所以你要把那些 两个都做 但只剩下两三个礼拜 因为我看 侯友宜接下来几次的 这个肇事大会 从台中到高雄 再回台北新北的话 大概到11月的第一个礼拜 11月20号就登记了 所以也就大概11月 第一个礼拜到第二个礼拜 这个时间 他们一定要定出来一个方案 因此我觉得最有可能 到后来都不办 也就是说 可能根本就是 你我们所不知道的管道 也许已经在那边谈 到底怎么做 我不知道 我是猜测的 但是会不会有这个可能性 当然有 因为讲句实在话 双方在谈如何合作 居然还从头到尾的这个录影 那怎么谈下去 你话怎么会 任何的谈判 怎么会有这一段 一定要有一个 就是说没有录影的 那我觉得侯友宜 到目前为止 你的自主性 你的积极性 你的主导性 一定要出来 是 昨天他去台中一中的商圈 跟年轻人拍照 不是有一两个新闻的话 根本大家不知道 今天他到桃园公庙去拜拜 提出来客家政策 你知道吗 我看新闻我才知道 我也不知道哪一些客家的政策 他的自主性 记忆性 这个主导性 很有意义 你一定要出来 那你觉得被他称赞 你影响做得不错了 对不对 你稍微表现出 你尊的想要去 争大卫的这个态势 而且蓝白河 或者白蓝河 其实这样都不要讲 就讲圣选组合 对不对 而且说你这段话 所以如果当你躺的 胸肠倒下去 不要讲这个话了 台湾也倒下去了 对不对 是这个